概率 日前开放的COVID-19公费疫苗预约平台 在新北污莱地区目前是以预约而满状态 16号也在卫生所正式开打 我们每天大概会有30个名 目前到20号为止就是每天都是满的这样子 而这几天接种接尾AZ疫苗 但施打年龄层逐渐下降 因此医师也特别加强副作用宣打 AZ的话主要就是回去要注意就是 有没有一些血管的问题 大家就担心就知道吧 而国内进入疫苗大规模施打的首日 总统蔡英文也到新竹市了解注射情形 并提到目前各县市施打流程跟人力配置相当纯熟 渴望在7月底前达到阶段性覆盖率标准 那么这周以来全国施打技术都超过 每天都超过20万剂 那根据最新的数字到昨天打完 我们为止了国人接种率已经超过19% 那按照目前的进度7月底可以达到25% 蔡英文也表示疫苗预约平台将会陆续开放 呼吁民众踊跃登记降低病毒扩散几率 而注射后医生也特别提醒多少会有副作用发生 但出现疼痛晕眩或是四肢肿胀就要特别留意并向医师询问 也是新闻阿斯伯拉 绿洋新北乌来新主市采访报导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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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